中国网红何丹桐拥有甜美的外形 在抖音平台上吸引了超过1700万人追踪 又前他到法国巴黎旅游 期间却不幸遭遇抢劫 让他被吓坏了 何丹桐在旅途的最后一天 和旅伴们正前往机场 别想到在高架桥上遇上骑着摩托车的劫匪 对方不仅砸碎车窗玻璃 还不断尾随他们的车子 一边开骂一边威胁 甚至直接用肉身撞车 试图让车子停下来 何丹桐被吓坏之余 只敢将车子停在警察局 不到警察却表示因为没有人受伤 因此不受理案件 他在影片中气愤的表示 难道真的要等到有人受伤 警察才会出手吗 这么糟糕的治安真的太夸张了 以后再也不想要到法国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